资深演员高兴之,演完最后一部大爱戏剧后此事,告诉儿子的最后一句话,我要再撑半年,亲自上台领奖。 日前此事的资深女演员高兴之,家属昨天上午为她举行告别式,高兴之生前爱热闹,昨天演艺圈相知相识40年以上的老友都来送她最后一程,高兴之念念不忘自己是一辈子离不了婚的女人,在她临终前最后一刻,丈夫刘林终于签字离婚,告别式上, 刘林以签夫的身份简单鞠躬致意,35年的夫妻情分,刘林待不到5分钟即匆匆离去。 早年拍台语片,一届浮沉40年。 高兴之6月26日因肾脏癌肿瘤破裂失事,享受63岁,自18岁踏入演迷圈,高兴之拍过无数台语片,《和女》、《西罗七剑》、《雷宝风云》、《危险的青春》等知名作品,其中50年代的微片是她的第一部自制电影,老台演员是英还是该片男主角? 向上台领奖,心愿成遗憾。 演艺圈浮沉40年,高兴之近几年淡初,去年又复出演大爱台明月照红尘,甚至超领演出张美瑶的婆婆,扮老像,弯腰瘸腿,满脸皱纹,对此作品,她信心十足,今年5月得知自己罹患癌症后, 也常对儿子说,我要再撑半年,亲自上台领奖。但这个心愿成为遗憾。 高兴之与同为演员的丈夫刘林结婚35年,育有四子,三个孙子,高兴之生前常对有人说,儿子成人结婚生子,她的人生也算圆满, 唯一遗憾是老公刘林与女演员郑秀英婚外情十多年,却不愿和她离婚。 儿子找父商量,刘林最终签字。 高兴之儿子刘浩阳说,妈妈临终签,他们几个兄弟找爸爸商量,爸爸才终于签字离婚, 因此,高兴之父文不见刘林两字,讽刺的是,高兴之能遂离婚心愿,全赖儿子促成。 由于高兴之辞世,离婚证书也无实之意义,她的儿子刘浩阳表示,妈妈一直深爱爸爸, 但两人个性刚烈,只能说夫妻无缘,无论如何,随着妈妈离开, 一切恩怨应该画下休止符,就让妈妈安心地走吧。 刘林,我才是最不快乐的人。 高兴之生前自嘲是个离不了婚的女人,人生最后一程,她终于拿到离婚证书了, 关于制作人老公刘林与演员郑秀映婚外情,三人间的情感纠葛, 也随着高兴之离世,烟消云散。 昨天告别世上,刘林从头到尾低头不语,高兴之生前对她多所埋怨, 对外指责她无为人父风范,二儿子结婚也不到,高兴之父亲过世, 她也没到,刘林曾说,她说她离不了婚痛苦,我才是那个最不快乐的人。 刘林说,一开始是高兴之向离婚, 但到快离婚了,她又反悔,最后就一直割住,并非不想解决。 刘林和婚外情对象,也是演员的郑秀英, 两人也是工作伙伴,闽南与连续剧挂霜制作,一直捧紧同出, 大家也不避讳,昨天告别世上,郑秀英未出现, 手机也没人接,截至截号仍无回应。 刘林,台湾男演员,本名刘明郎,在家中六兄妹中排行老四, 上有三兄,下有一弟妹,三哥是以户自身演员高宁, 为以户女演员高兴之前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